你知道地球的三大守护神吗? 太阳系中很多星球都被小星星等天体撞击过 像火星上就发现了大量陨石坑 其中最大的陨石坑长度超过300多公里 但地球就很少发生天体碰撞事件 这是为什么呢? 新进来的朋友不妨点个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地球的三大守护神都有哪些吧 地球的第一颗守护神是哪颗星球 它又是如何保护地球的? 1994年 苏梅克列威九号彗星分成21块大小不一样的碎片撞击了木星 这里全都有用 其中最大的一块碎片直径仅为2.3公里 但它却但木星表面产生相当于2.5万亿吨TNT炸药 同时爆炸的巨大威力 爆炸产生的光量甚至比木星整体还要亮 而这21块碎片产生的能量总和 与10亿颗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能量相当 木星的外貌因此改变 四个直径比地球直径还大的撞击坑永久留在了木星表面 科学家认为 如果没有木星的存在 这个火星很有可能会与地球发生摩擦 甚至直接撞向地球 不过因为木星的存在 地球多次从可能被天体撞击的危险中脱身 每当有其他天体向地球前进时 木星会挺身而出 它也是地球的第一守护神 那木星为什么能保护地球不受天体撞击威胁呢 木星的质量相当于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 巨大的质量让木星拥有了超过地球2.5倍的引力 当外来的小行星靠近木星时 都会被它的引力吸引 最终改变轨道向木星前进 有些天体继续围绕木星运转 有一些则最终撞向它行 可以容纳1300颗地球的庞大神区上 而地球则幸免于难 除此之外 木星还稳住了位于它和火星之间的 长达2亿多公里 拥有50万个成员的小行星带 太阳引力将它们吸引并围绕太阳公转 但也可能会造成它们逐渐往太阳系内部前进 如果这50万个小行星都往太阳系内部前进 地球基本上是躲不过去的 而位于小行星带外围的木星 则依靠强大的引力和较近的距离 将它们往外扯 这样一来一扯 也让整个小行星带保持了相对稳定 木星作为第一守护神 在地球外围帮地球阻挡住了流浪天体 那地球的第二守护神是谁呢 能作为地球的第二守护神的星球 非月球莫属 它满身的陨石坑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 月球虽然只是地球的卫星 在大小和重量方面都比地球小很多 但月球是始终一如既往的围绕地球运转 同时也帮助地球阻挡了很多小天体的撞击 以至于现在的月球表面 满是小天体撞击形成的陨石坑 当然 月球对地球的守护远不止于如此 地球在形成初期的自转周期为8小时 较快的自转速度 导致地球表面的温度和昼夜分叉 完全不适合生命生存 而月球的存在则完美地帮助地球 解决了生命存活的问题 月球围绕地球公转时 也会产生特殊的引力 这个特殊的引力会对地球的海水形成拉扯作用 与地球自转方向形成相反的力 在100年的时间里 月球的引力将地球的自转周期延长到了24小时 并且地球的公转速度也得到了缓解 地表的温度提升到适宜生命生存的温度 昼夜温差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在倍感舒适的温度和四季变化中 地球上的生命不断的诞生和进化 同时 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作用 也使地球的海洋形成了潮汐线角 而潮汐是地球早期水生生命 进化为陆生生物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月球在早期处于比现在更靠近地球的位置 两者引力相互作用使地球内部温度剧增 高温导致地球内核融化形成岩浆 而这些岩浆在温度和引力的影响下出现滚动 最终形成了地球磁场 地球磁场就像地球的保护盾 它能隔去大量的宇宙辐射 保障地球上的生命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生存 可以说 月球在地球的生命形成和生物多样性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木星和月球是地球的前两位守护神 那第三位守护神将毫无疑问归属于太阳 太阳是太阳气中的唯一恒星 它对地球的守护作用是没有任何天体可以媲美的 太阳是一颗炙热的天体 内部高温高压的环境维持着核聚变反应 然后通过电磁波的形式向四周释放能量 而地球自身无法产生能量 地球的能量来源就是太阳 除了吸引地球围绕其运转不至于在宇宙中流浪来 太阳还直接为地球提供光热和资源 充足的光照维持地球温度 如果没有太阳提供的能量 地球将是一颗死寂的寒冷星球 因此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发育都离不开太阳 它是地球生命来以生存的源泉 太阳是地球地质活动中外力作用的主要来源 也正是这些外力作用促使地球上的地表形态不断改变 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地球表面的有害细菌是无处不在的 而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则是杀死这些细菌最好的武器 正是太阳的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 才能在一个干净为生的环境中生存 太阳还会向四周释放出粒子流形成太阳风 太阳风经过地球两极时会产生非常壮观绚丽的极光 不过这只是它为地球带来的美景 实际上当太阳风经过地球时会与地球的磁场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会保护地球大气层稳定 如果地球大气层发生异常变化 那对地球来说绝对是一场灭顶之灾 缺少大气层的保护 动植物将无法呼吸 还将承受巨大的宇宙辐射 地球会变成火星那样的荒凉星球 虽然地球的三大守护神处于不同的位置 对地球的守护作用也有区别 但这三大守护神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它们的保护 地球恐怕早就已经没了 太阳系中的所有天体也是一样的道理 每一颗天体的存在都会对太阳系产生或大或小影响 所有天体汇聚到一起 共同维持着太阳系的平衡和稳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这类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那么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